力量去挣多的更好的未来 我觉得这样白大哥 我们用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特别巧 我亲哥就在中石油 现在常年在迪拜 每年只回来一次 所以你刚才说你的那个生活状态 我非常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 就他在这个中间 考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职称 然后很多证 据我后来百度了一下 含金量还挺高的 所以你有没有在这个中间 有学习储备 比如说项目经理的这种职称 或者是比如说像建造师 这样的这个考核 有没有做 学习 您现在是几级建造师 我学习过 没有去考 没有考 没有考过 OK 项目管理师的证呢 项目经理有吗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那个也没有去考 那个苏联问你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在本行业 本专业里的学习能力如何 你现在回到你本行业 再找工作找得着吗 回到北行业找工作 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要求不太一样 你先能直接回答我 也许 是吧 可以找得到 可以找得到 那不回去找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回去找的主要原因是 咱就直接回答 咱边绕 陈总 我直接跟你说 因为他们有可能 不是可能现实是情况是 有接近长的半年不发工资 我们能感觉到一个问题 就是45岁的中年危机 就是因为自己能力和体力 认知能力的下降 或者行业的转型 造成了自己的种种不适应竞争力下降 这个情况在老白身上 得到了非常非常突出的反应 在这个时候来找工作 确实是有点挑战的事 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要想找到工作的话 你要 要么就是充分利用你以前的资源 要么呢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你要去学一门 新的领域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知识 能把以前给结合好的 这样呢 你对未来的企业呢 你可以有帮助 那我就不知道 就是说 在这两方面 你觉得你哪方面 有一些这个积累 或者已经做了一些 这个探索学习的这样的准备 我认为 我一直是搞新技术的 它的套路基本都是一样的 方式方法一样 前面需要都做的工作 应该是一样的 那我可以给你个项目 但是你肯定做不了啊 你得有目标企业 他一直强调 只要你们给我一份工作 找个正规的企业 我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他浮现的第一个词 就是被动 我看到的是一个被 思维已经被固化 下来了 确实行业转型过程中 行业在萎缩 我觉得今天 反正你上台是有勇气的 这边也跟很多沉迷在 什么叫稳定工作之间的 这些观众也说一声 真的就是稳定 反而会固化你的思维 固化你的行为 最终行业一转型 你第一个被淘汰了 这是很正确 但是今天我觉得 他至少有勇气 我今天还是有点 心有戚戚然 尤其我看到他跳着舞 我想到我40岁的时候 我又没有勇气 有一天我电商不行了 我也不行了 我有没有 现在这个舞台上